尼法科主政六安期间,与全国其他许多地区一样,是地方经济大发展时期。尼法科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胆子大,被当地称为巴社长。在他任职市委书记期间,他从外地调来了众多的开发商,53家开发企业参与六安的房地产开发。 这些开发商都在六安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利益。当然,尼法科也赚得盆满钵满。尼法科的执政理念遭到了领导班子成员及老干部的反对。 那时的尼法科虽然在当地按照自己的意思大展宏图,但是他还正值壮年,在仕途上还有发展。因此,他一方面对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安抚,以便继续向上级部门进行公关,希望仕途更上一层楼。 因为萧金唐的关系,尼法科和香港风水大师穆灵灵有过几次接触。当他的仕途遇到瓶颈的时候,听说穆灵灵能够项面批命,能够化解一些风险。 于是,开始虔诚地向穆灵灵寻求破解之法。那时的六安时,在尼法科的谋划中,准备投资数亿元在市区修建行政中心。 当尼法科向穆灵灵寻求帮助的时候,穆灵灵早就谋划在胸。 他指出,尼法科要想仕途顺利,必须用风水葫芦来化解。 解决办法,是把行政中心建成葫芦形状。 因为葫芦是很好的聚齐纳财圣品,也是葫芦的象征,能化解给尼法科带来霉运的煞气。 而且,葫芦口小肚大,挂在财位上,葫芦纳贱了财富,就不亦外流。 守财巨负辟邪功能一级榜。 穆灵灵的解释,让尼法科点头称道,他立即聘请穆灵灵为指导。 很快,六安市行政中心设计图出炉了。 这个面积约20公顷,有6座大楼,一个中心会堂,两个广场和其他绿化组成的庞大行政中心。 不仅设计得像皇宫一样,而且从行政中心大楼的规划图上看。 在这个向左倾斜45度角的行政中心,按照葫芦形状而解。 中心会堂位居于葫芦中心,会堂上下两端分别是三座相连的办公大楼。 葫芦口正对着省城合肥的方向。 设计方案称,整个行政中心轻轻地触碰地球,富有现代、开放、端庄、朴实、亲民的新型办公建筑形象。 这个葫芦形状的行政中心,让尼法科非常满意。 与此同时,六安市进行的其他建设项目,都有木林林的身影出现。 一批批颇具风水造型的建筑,在六安市拔地而起。 尼法科迷信风水大师,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,反而顺风顺水。 在行政中心刚刚建好落成之时,2009年9月, 尼法科调任安徽省副省长,分管科技厅、国土资源厅、环保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地质矿产勘察局等部门。 尼法科离开六安市后,萧金堂也被提拔升官, 并仗着有尼法科这把保护伞。 在当地,利用职权之变,大肆贪污受贿。 萧金堂的那些情妇,在看到他权力更大,能捞到的好处更多了,就纷纷要求跟随萧金堂一同前往。 萧金堂的情人龚爱华,是萧金堂情人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,也最得萧金堂的喜欢。 后来进入县委组织部工作,摇身一变成了萧金堂另外一个情人赵秀芳的上司。 萧金堂升官后,龚爱华和赵秀芳都想跟着萧金堂升迁。 这时候,萧金堂刚到任上,就安慰龚爱华和赵秀芳说,一个一个来。 他决定先把龚爱华调到身边。 然而,萧金堂的安排却让赵秀芳吃醋了。 他认为自己是萧金堂的第一个情妇,他应该排在龚爱华的前面。 为了击败龚爱华,赵秀芳开始在当地编织龚爱华和别的男人有染的谣言,试图让龚爱华失去萧金堂的信任。 赵秀芳此举,很快收到了成效。 萧金堂哪里容得下情人给他戴绿帽子? 很快,动用关系,把龚爱华降职处理。 被冤枉的龚爱华无计可施,竟然纠结几个亲友,跑到赵秀芳的单位对其大打出手。 周围人见状,立即报警。 警方介入后,这场前任县委书记情人争斗的丑闻,很快就在民间传开了。 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后,开始暗中调查萧金堂包养情人买卖官位的事情。 萧金堂或知自己被暗中调查,如坐针毡,赶紧和大师穆玲玲取得联系,商量对策。 最后,两人商定萧金堂给每个情人五十万的封口费,让他们对于萧金堂之间的交易封口。 此时,萧金堂又把所有的幻想寄托在大师穆玲玲的身上,希望他能帮自己像以前那样逢凶化吉。 按照大师穆玲玲的指示,萧金堂在家里放满了大量和占卜有关的书籍和器皿。 办公室的四脚挂着金属制的法器,据穆玲玲说,这些能化解萧金堂的霉运。 萧金堂还按照穆玲玲的安排,经常跑到合肥,希望尼发科出手,让纪委终止对他的调查。 然而,此时的尼发科也自身难保了。 由于他在六安主政期间留下很多烂尾工程, 六安市的不少退休官员,包括前日市委书记在内的高级退休官员合力, 把尼发科贪污腐败的举报材料送到了中纪委。 2013年612号上午,安徽省副省长尼发科接到了中纪委当场宣布的双规决定,随即被带走。 次日,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,安徽省原副省长尼发科涉嫌严重违纪,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 尼发科自知罪责难逃,最终交代了相关问题。 尼发科的坦白引爆了官场地震,七名高级官员落马。 此后,安徽官场地震不断,接着,一郑两副厅纪干部被调查。 而风水大师穆玲玲,在霍西尼发科被查处后,一直隐居香港,再也不敢北上,忽悠淘金了。 朋友们,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,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。